Hello大家好,我是Luna 今天我们又加急来看一起19149的房子 我收到我之前的客人 他是做投资的 一套很便宜的离横发超市特别近的 9万块钱的房子 大家开始是不是又要抢疯了的节奏 是这个 你从地图上你就能看到横发超市在这边吗 附近的房子现在在卖的都是20万 22万、25万 因为这个房子呢 我还查了一下经纪人的网站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大概状况吧 它里面照片都没有 肯定状况不好 三房一个卫生间 1100就是特别普通的这种排屋 但是地理位置相当的好 非常方便 房子的交易记录 1999年63,000买到的 那可能就是要么是遗产房 或者是distressed seller 就是屋主特别急着用钱的那种 那个客人给我发的时候 我就特别激动 因为我知道他肯定觉得是抢到便宜了 但是说实话这种房子往往到时候真正的成交价反而会比 就是正常市场去挂价来的更加的高 因为他这种房子很难让人正确的出价嘛 因为出价的人特别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031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 他这个agent remark上面 这个agent remark一般只是经纪人能看到的网站 官方看不到的 他是说如果有修营的话直接打电话给屋主 W9 form require from selling broker submit offer online 他这个要submit offer online 他其实这个人很有可能是wholesaler 所以呢这个经济的提升才2% 他这个很有可能是wholesaler 也就是说他wholesaler就是那种批发的那个 批发的那种人员 他们呢专门会去找一些distressed seller 抢到一些特别便宜的房屋 这个房子1999年当时屋主买的时候是6万的 所以屋主本身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房价 到底是个什么那样的情况 他对市场也不了解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房屋都会往往特别低 但是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Zillow的网站 我们去比较一下附近的这个成交价格 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横发附近的成交价格 排屋装修一般的 它都要差不多20万 这个房子8万多呢 里面状况还不清楚 咱们就算它状况比较糟糕 要拿4万块钱来装修去算的话 任何价格如果超过了16万 16万5 我觉得都是不划算的 但是同样的我也没有进去看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看这个 所以就说大家在抢这种特别价格低的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然后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跟充足的调查 要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够去 一定要有仔细做调查 要有足够的理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顺便讲一下 这是2910 Hellowman 我们来看一下房子里面的状况 后面有一个deck 这个阳台看着好旧啊 可能要修的样子 这个住的可能是中东的 中东人 它下面地下室是装过的 还可以洗澡 这房子还可以啊 三房两个卫生间 上市才两天 1950年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易记录 2007年13万买的 它现在拿出来22万再卖 这个是学区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22万合适吗 可以在下方的那个评论区留个言 我们来看一下它附近的comp是怎么样的 咱们刚刚那个是2900号的 Hellowman 再看一下把它时间改的 再过去成交的一年 我们来看一下街区啊 街区其实也很重要 你要分清楚它 当时那个是 Hellowman 2900号的Hellowman 你看这19万的 这个是16万5 这个是21万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 没有照片 2020年 它这个是 成交是16万3 但是它只有一个卫生间 那个同样的 它是有两个卫生间 那我们给它加一万好了 它这个状况 厨房 那个厨房稍微新一点 对不对 我们再给它加一万 那也是18万 尤其楼上的状态 还有它那个厕所也是新的 这个厕所是旧的 那个地下室也是新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差不多 它是16万5 我们刚刚那个还有个 刚刚那个的话 总而言之 我觉得那个可能值 大概20万以上 21万左右吧 它那个是值21万 因为它这个状态 全部都要装修的 重新都要弄的 然后同样的 咱们刚刚那个 交价是22万 所以你说有奖价的空间吗 我觉得有 但是至于有没有人抢 因为现在的市场 真的不好说 它是供应跟需求的关系 现在供应真的不多 需求非常大 所以你说22万元 价成交有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 就先讲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Luna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